现代战争和我们心目中的战争 可能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美国不向乌克兰派兵 但是呢 他连同西方盟友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对俄罗斯经济的伤害 可能远远大过战争本身的伤害 大家好 又到陶关台下 我是经济通的阿金 节目的主角仍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瑞幸亚太区财富管理部 大中华区副主席陶东博士 陶伯你好 阿金你好 乌克兰战火燃烧进入第二周 欧洲最大核电厂上方的耀眼火光 继续推波救揽全球大中商品价格狂欢 我们稍后还会谈谈几何奇数上升的香港疫情 先来看看通胀压力摆上加金的联储 和美国最新飞龙就业数据 美国新冠单日新增确诊 从1月的90万高峰 急剧回落到最新的单日5万左右 休闲和酒店业领衔就业市场继续回暖 失业率就接近了疫情前的3.5% 那陶伯你怎么看二月的非农就业呢 在二月份美国新增加了67万8千份非农业就业 那么分析员预测了25万份就业 同时呢一月份的数字上调了48万1千份 两个加在一起反映出一个极其强劲的劳工市场 不光人数增加了 就业参与率也增加了 失业率还跌到了3.8% 美国的就业市场形势一片大好 时薪尽管同比上涨了5.1% 但是比起上个月呢就没有上涨为零 尤其是在过去半年峰涨的低端 服务业呢涨工资的势头明显放缓了 服务业成本仍然是一个大问题 通货膨胀在美国仍然是一个大问题 不过最新的工资数据支持联储 以比较温和的方式呢 开启加息周期 当然另一个数据统计显示呢 目前有1090万份工作呢 是招不到人来填补 那么这也是个历史记录 所以尽快加息还是免不了的 是的 联储主席鲍威尔几天前在国会作证时就说 美国物价现在的涨幅是联储2%目标的三倍 而乌克兰战争并没有改变3月加息开始的计划 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在3月15号到16号开会 不久呢联储高官会进入会前静默期 所以鲍威尔在国会的听证 应该是3月会议前最重要的联储高官的公开发言 FOMC3月会议的重要性在于联储启动加息周期 这将是2018年底以来的首次加息 也将是经过两年极其壮观的量化宽松之后呢 美国货币政策开始摆向另一段 鲍威尔在听证会上讲了两句重要的话 第一句是We expect re-hike in March will be appropriate 我们认为3月份加息是合适的 第二句话是Ukraine's war's impact on the US economy highly uncertain 那么乌克兰战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非常不确定 两句话加在一起就是我们会加息 但是我们不能加的太忙 市场2月份的时候就纷纷预期联储3月的时候 可能一次过加息50个点 而鲍威尔现在他就明言 3月加息从25个基点起步 那我们怎么解读他说的 如果通胀没有缓解 我们还是准备一次或者几次会议上 加息超过这个幅度呢 是啊 从利率调期价格看呢 市场基本上在联储加息25点上 取得了共识 概率是98% 实际接近100% 市场给予加息50点的概率为0 那么在一个月之前呢 曾经市场认为的概率接近100% 现在改了一改 市场认为5月份加息25点的概率是1.6% 加息50点的概率是74.9% 加息75点的概率是23.5% 那么市场把联储重手出击的时间点 从3月调整到了5月 从2013年到18年的加息缩表周期看呢 美股并不害怕加息 害怕的是联储沟通不足 柏南克和耶伦对市场的预期管理比较好 加息时期呢 股市照升 2018年鲍威尔接任联储主席后呢 市场对于他的想法把握不透 鲍威尔连加息44之后呢 曾经出现过一轮股债 我之前预测3月加息25点 现在还是预期25点 今年加息6码 现在还是预期6码 我认为联储去年对于通胀误毒了 那么加上油价进来的走势 FOMC在加息初期会走得稍微急一点 明年就可能慢下来 乌克兰危机把联储出众手的时间 推后了一点 但是没有改变 当然5月能够不能够加息50点 还要看到时的数据和地缘证据情况 美国1月CPI度案年升7.5%的近40年新高 鲍威尔出列推算 如果油价涨势持续 可能继续推升整体通胀0.9个百分点 他誓言不惜一切代价对抗通胀 是否意味沃克尔时代2.0将近 接下来我们看看过去一周 还有哪些重点新闻 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 总理李克强发表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今年GDP征兆目标5.5%左右 次制率离岸2.8%左右安排 加大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力度 扩大新增贷款规模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中国官方2月制造业PMI 意外回升至50.2 其中连续6个月收缩的新订单指数 重回扩张 但小型企业PMI就连续第10个月 低于零界点 俄罗斯军队加速在乌克兰推进 并占领位于当地的欧洲最大核电厂 避险资金推升美元指数 起上98.5关口 欧元对美元近两年来首次失守1.1 三大评级机构下调俄罗斯信用评级至垃圾级 卢布对美元单周报写两成 对人民币同跌至历史新低 美国国会议员施压白宫对俄罗斯能源实施制裁 不由期货升穿每桶118美元 创进9年新高 石油输出国组织及盟友未有理会美国等的增产呼吁 维持4月期每日增产40万桶 西方继续出招制裁俄罗斯 包括Swift系统将至3月12日起移除7家俄罗斯银行 冻结资产及旅行禁令实施对象 从普京延伸至俄罗斯商业寡头 MSCI宣布将俄罗斯股票从新兴市场指数中剔除 欧元区2月CPI录案连升5.8% 连续第4个月刷新历史记录 欧洲央行会议既要显示 决策者认为 接近进行于10年来首次加息 香港第5波疫情累计确诊超过40万中 遇签名患者离世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指 特区政府的负责官员 要勇于担当勇挑重担 以投身抗疫的实际行动来践行就职誓言 欧洲斯挥军乌克兰进入第二周 首都基辅的战事依然僵持不下 俄罗斯从汇率到股市从外储到寡头 在西方的集体制裁下无不受到重大的冲击 现代战争和我们心目中的战争可能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 美国不向乌克兰派兵 但是他连同西方盟友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对俄罗斯经济的伤害可能远远大过战争本身的伤害 卢布汇率暴跌 我有一位在俄罗斯央行工作的朋友 他说俄罗斯央行的外汇储备一夜之间都无法提现了 外汇储备外汇储备就是在紧急情况下呢 用来稳定经济和汇率的 但是现在有需要的时候 储备组合里的美元资产被禁止卖出去 俄罗斯对美国还是有戒心的 从2014年起呢 他就将大量的外汇储备从美元转成欧元 但是没想到这次欧洲跟着美国一起制裁 欧元资产也无法卖出套现就机 结果俄罗斯对美元汇率从开战以来跌掉了55% 无可避免的俄罗斯会出现双位数的通货膨胀 俄罗斯央行不得不一口气加息 20%汇率贬值三成俄罗斯所有的外债 我觉得都不得不违约 借贷成本上升20% 国内借款呢也得违约 而这个势必产生连锁反应 目前评估制裁对经济的影响还为时过早 不过俄罗斯经济出现双位数收缩的机会呢 很高 是的 有机构就已经预期俄罗斯第二季的GDP可能会收缩多达35% 而现在的卢布暴贬更深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 当时接任叶林钦出任总理的普京可能会记忆游行 是 这次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制裁规模之大 参与国之多呢 在现代历史上是无前例的 我想普京算到了美国的经济打击 但是没有料到欧洲会和美国如此同步 欧洲尤其是德国在制裁问题上的转变 应该是经济战的一个转折点 德国天然气有超过一半来自俄罗斯 无烟煤一半来自俄罗斯 原油三分之一来自俄罗斯 欧盟其他国家的数字稍微低一些 但是呢也同样仰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 所以乌克兰危机一爆发 欧洲天然气价格就暴涨 法国家庭的煤气价格呢 一年里面翻了三倍 欧洲这一次制裁俄罗斯上 表现出了罕见的坚决和一致 这是未来地缘政治上的一次 结构性变化 一身远 不过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短期呢也没有替代方案 甚至中期也未必找得到 足够多的天然气来替代 我认为欧洲的碳中和策略 会因为这一次危机做出大的调整 核电站甚至煤电站都需要冲开 看来欧美的制裁可谓是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最高兴的就是大宗商品呢 乌克兰开战后呢 石油价格扶摇至上 布伦特原油价格轻松的冲破 每桶一百美元的大关 历史上只有三次石油价格突破 一百美元的 第一次发生在2008年 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 第二次发生在2011年 第二年呢就发生了欧债危机 这是第三次 俄罗斯原油占全球份额的百分之八点四 在欧派加的整个供应链上 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欧美制裁已经让俄罗斯石油呢 找不到买家接单了 哪怕砍价百分之十 因为难以结算呢 那么也有这个问题 这件事对全球经济和通胀 会带来多大的冲击 真不好讲 不光是石油天然气 农产品部分工业金属和贵金属 都有供应链危机出现的可能 欧洲呢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它跟随美国将俄罗斯央行和部分银行 剔除出了Swift 但是刻意不把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 放在制裁名单里 这家银行负责俄罗斯的能源进出口 国际支付和结算 制裁这家银行就等于掐掉了欧洲 进口俄罗斯天然气石油的渠道 欧洲的如意算法是 一方面打击俄罗斯经济 另一方面呢 不想自己的能源大动脉受阻 普京会不会反过来主动放话 要切断经由乌克兰的输气管呢 不得而知 但是一旦发生的话 对欧洲经济的冲击可能是巨大的 好的 在第三个主题转到香港疫情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本周有哪些值得市场关注的焦点 中国公布二月CPI PPI其信贷数据 美国同阶中二月CPI 另有欧洲央行货币政策会议 乌克兰局势 西方制裁和俄罗斯的反应 恐怕还是本周的市场焦点 3月10号ECB会议上呢 不会加息 重要的是拉加德的记者会 看他在乌克兰危机的不确定性 和通货膨胀压力的确定性之间 如何取得平衡 中国的人大会议上呢 关注政府用什么样的财政力度来刺激经济 数据上 美国的核心通胀和中国的社会总融资 以及银行贷款 最值得关注 从之前超过两个月的本地零确诊 到最新单日新增超过5万 香港市民从两年前的铺口罩 到现在铺快速测试桃装 退烧药乃至生鲜食品 可谓酬云绕湘江 香港疫情急转直下 并影响到了广东省的防疫部署 深圳所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香港现在每两三天新增感染人数翻一倍 你看这张图 香港的累积感染人数 已经超过了内地的数字 而且基本上都发生在过去几个星期 一个800万人口的城市的感染个案 超过了世界最大人口的国家 可见情况之严峻 香港疫情走到这一步 和港府之前抗议政策漏洞百出 有着直接的关系 所有旅客进港 都需要接受14天的隔离检疫 唯独航空公司机组人员 可以只做居家隔离 结果不遵守规矩的空姐空少 一回来就到处跑 散播了病毒 所有的餐厅最多四个人一张台 但是星期天外籍用工在聚集的时候 几百个人在一起 不遵守社交规矩 警察呢也视若无睹 结果很多家庭感染是从飞庸那里开始的 最绝的是 因为隔离设施爆满 受感染的人被要求在家隔离 但是和他们同住的家人的行动 又不受任何的限制 港府抗议两年却凡事慢三拍 甚至有人说官员们的内心 其实是认同西方那套病毒共存论 以致进退失去朝礼夕赶 我呢写过一篇文章叫做 站着躺平的港府抗议 港府的抗议措施有点不可思议 一方面采取严厉的限制措施 封闭服务业的营业 令大量的企业个人陷入破产 失业的困境 另一方面呢 对明显违反社交距离的行为 却不加制止更不执法 一方面强制封楼 逼着市民在寒风中强制检查 另一方面呢 却放了百分之百的密切接触者呢 上街行走 一方面强制要求所有人进入商场 需要扫安心出行APP 另一方面技术上无法支持这个APP 数据分析和追踪根本就没有发生 奥米款因为变异呢 使得它吸附在上呼吸道的能力 比Alpha Beta Delta变异株强三到十倍 但是在肺部繁殖的能力 就只有那几个病株的三分之一 这就决定了它的传染性极强 但是重症率死亡率大幅下降 英国的数据显示 但是奥米款大爆发的时候呢 新增感染人数上升的十分夸张 但是新增重症人数和死亡人数呢 就没有明显的上升 有一个乐观的消息是 目前香港已接种第一针疫苗的人口比例已经达到了九成 而世卫就建议尤其要提高长者的接种率 其实奥米款在很多专家眼里就是一个天然疫苗 一个接种速度极快成本低廉无需研发程序的疫苗 所谓疫苗就是用轻微症状换取免疫能力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必须事先接种疫苗 尤其是长者之间来抑制重症 避免公共医疗承受过大的压力 目前港府的抗疫措施对于香港经济的伤害很大 今天香港没有直飞美国欧洲的航班 你让金融界怎么做生意 孩子只能上Zoom教育质量大姐 我身边外籍外派人员的朋友中间的 有一半已经或者正在搬往新加坡 同时香港经济正在遭受巨大的冲击 要做到动态清零 港府需要有内地政府的行政主导和雷厉风行 需要运用大数据追踪 光做表面文章只能两头不靠岸 只能东施笑评 谢谢陶伯 今天的陶宫天下就到这里 我们下周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